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A老师的AR课堂 还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的爸爸妈妈为了很好的能够教育我 积极正面的去引导我做人做事 目前看来他们还是成功的 那时不时的呢,他们总是会弄两句名人名言给我读一读 话说呢,我一直记得这其中有这么一句吧,就是这么说的 说这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努力 是吧,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对不对 那我说努力固然重要,但是信心才更有效哦 没有人生来就会做所有的事 但是你应该要知道你能做所有的事情 这空口无凭,光这一句光秃秃的句子只是很难打动大家的 那结合一下小A老师的亲身事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话说曾经远赴阿根廷留学的我呢 这个体重啊,一度达到86公斤 哇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相信很多在听课的男孩子们也不一定有我那么重吧 没错,你某有听错,真是86公斤啊 然后呢,这还是我敢于站上秤的时候啊 这个我不好意思站上秤的时候,估计都得报表了啊 然后呢,我就努力的坚持的不断的减肥 减肥再减肥,然后达到了现在的正常体重啊 那具体的数字呢,我在这里就不透露给大家了 反正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前前后后减了至少有超过50斤哦 同志们,那是什么概念 这个都有一个小朋友的重量了,50斤的重量啊 那我想要告诉大家信心很重要 因为我坚信我一定能收下来 每一个可爱的胖子那可都是潜力骨啊 所以小A老师非常爱有肉的小朋友们 好啦,那废话不多说 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的 一定要坚信自己可以办到哦 赶紧再来念一次 让我们信心满满的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No se nace sabiendo hacer todo Pero tienes que saber que puedes hacer todo 没有人生来就会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你该知道你能办到的 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每课一句上课啦 那在上节课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了解了一下陈述时过去未完成时的另一种用法 就是用来表达过去一贯发生的动作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的吧 那么在这之前呢 先跟小A老师一起来回顾一下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短语 是需要我们固定掌握的哦 首先我们有一个短语是用来表示 在多少多少岁的时候 这个短语呢 总共有两种表达形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接下来小A老师要讲的这两个句式啊 都能表达在多少岁的时候 那其中一种呢 是需要用到动词变位的 而另一种呢 直接以短语的形式出现就好 不需要用到动词哦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先来说一说这个简单的吧 有我们的前置词啊 加上阳性复数定冠词 los再加上数字 加上annios就可以了 解释为在多少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完全不需要考虑动词 直接使用就好了 那是不是很容易呢 比如在十岁的时候 那就直接说alos diezannios就可以了 解释为在十岁的时候 那么另外一个句式呢 就是小A老师提到的 要使用动词的 也就是quando加上denia 然后加上数字 加上annios 重点在于我们只能使用denia哦 一定要使用它的过去未完成时 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是你要讲的故事发生的背景 所以我们必须要使用过去未完成时 来表示在多少岁的时候 记得哦 一定要使用denia 嗯 说到这里呢 有的同学就有问题了 两个人表示差不多的意思 那总有点区别吧 我知道爱刨坑问底的你们 一定是想要探个究竟的 别着急 小A老师 这就来给大家解说一下 其实它们的区别很简单 大家看 quando denia 是不是我们会使用动词 既然使用动词 是不是可以有各个人称的变位 既然有各个人称的变位 是不是在谁多少多少岁的时候 你都可以非常轻易的表达呢 但是如果我们用alos 加多少多少annios的时候呢 是不是没有动词的变位 没有动词的变位 是不是无法体现出人称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很难去体现出 究竟是在谁多少岁的时候了 通常我们就会指 在这个人多少岁的时候 这个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你了解了吗 当然就我们目前来说 是完全可以随意使用的 没有太大的区别哦 大家记住 再重复一遍 A加负数的阳性病惯词 los加上数字 加上annios 是不需要使用动词的 在多少多少岁的时候 有quando加上denia denia的过去未完成形式 加上数字 加上annios 解释为在某个人 多少多少岁的时候 它可以有 我多少岁 你多少岁 我们多少岁 你们多少岁 都是可以灵活变换的 See 好 那在说完了 多少岁的表达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啊 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句式 也要来学习一下哦 这两个句式呢 都解释为在小时候 那这个在小时候的表达啊 就像和前面的 多少岁的表达一样 都有两种形式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吧 首先这第一种呢 是不是要使用动词的 哎呀我知道 有人在这里又要乐呵一下来 哎呀不用变位了 对不对 没错 它直接有前置词的de 然后搭配上我们的beginio 就可以表达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而这另外一种形式啊 就不能这么偷懒了 它是由我们的guando所引导的 我们都说guando引导的呢 就是从句 那既然是从句 就得有相应的动词变位的形式 那我们如果要表达在我小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成 guando era pequeña guando era pequeña 没错 大家留意到了没有呢 因为小艾老师是女孩子 所以我使用了beginia这个形式 那么大家就要注意了 无论你说的是de pequeño 还是guando era pequeño 这两个句式当中 beginio beginia beginios beginias 阴阳性数 千万都不要忘记变化了哟 唯一的区别啊 是guando呢 比我们的de更实用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可以表达具体的人称 是在谁的小时候 但de pequeño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呢 因为它没有人称变位 对不对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上节课啊 我们还说了一个叫de joven 解释为在年轻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hoven这个单词呢 就和beginio beginia不同了 它只有数的变化 就没有性的变化了 是不是很容易呢 如果是男孩子 也是guando era joven 如果是女孩子 同样都是guando era joven 或者直接de joven 是不是都记得了呢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除去小艾老师所提及的这一些句式之外呢 其实我们上节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围绕陈述时过去未完成时的这一个用法 而引申出来的句式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陈述时过去未完成时 可以用来表达过去一贯的动作 过去反复发生的动作 所以那些用来表示比较高频率的时间短语就非常常见了 比如什么一直啦总是啦经常啦一般来说啦 这几个大家是否都还记得呢 哦都记得啊 嗯光说不练假把式光说可没有用哦 赶紧跟着小艾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下这几道习题和这一道非常有含金量的听力题吧 嗯那在这一道听力题当中呢 我们是要聊一个主题 有关于同学们在小时候看多长时间的电视这一个主题 然后呢有以下这么多的人物都采访了一下大家 这一道题目的要求不高 只需要大家听出来究竟他们都是怎么样的一个频率就可以了 那么赶紧跟小艾老师来先认识一下 究竟都有哪些频率吧 首先都是 los días或者这种频率呢我们就直接称它为siempre 在这里呢我们要举一反三一下就是这个都是 los días 大家记住了这个都是 todas加上复数的定冠词再加名词的复数 可以解释为每一个或者解释为所有的 它可以连接其他的时间单位 比如说每周每月每年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把dias替换掉就可以了 比如每一周我们就叫 todas las semanas是不是很方便呢 第二个叫做gonfrequencia gonfrequencia 这也是一个固定的搭配解释为经常 这是一个较高的频率哦 那么在这一个短语当中大家要注意的是gon和frequencia必须连用才可以 并且是分写的形式 没有阴没有阳没有单没有负的变化 因为他们都做负词来使用 接着第三个叫做amenudo amenudo 它也可以解释为经常 但是呢频率会比gonfrequencia略低一些 当然如果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在使用的时候 没有必要非常刻意的去区分他们 只要知道就可以了 再往后频率逐渐走低了 algunas bases algunas bases 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啊 用algunas这个形容词加上了bases 解释为某几次对不对 就解释为有那么几次 那在这里呢小艾老师要额外补充一个 我们曾经已经学过的考一考大家是否都还记得的短语 叫做abases abases呢和我们现在这个algunas bases 只有一字之差对不对 就是将前面的algunas换成了a 但是abases可是一个固定的搭配哦 真文意思解释为有时候 一定要记得加前置词a哦 abases 接着往下boco boco解释为做这件事情很少 gasi nonga以及nonga 这两个人是一组了对不对 nonga都是从不的意思 那么gasi呢把这个频率稍微缓和一点 gasi解释为几乎 所以连下就是几乎从来不 和nonga直接解释为从不 你都理解了吗 那我就不废话了 各位小伙伴们 赶紧去听力当中找答案吧 期待你们给我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案哦 我设定ww yo creo Elegio, iba a una escuela de música para aprender a tocar la guitarra Plas A mí me gustaban mucho los dibujos animados y las películas del oeste por eso aprovechaba cualquier ocasión para ver la tele Mi madre se enfadaba mucho conmigo por esta razón Juan, yo casi nunca, no había buenos programas Carlos, yo no tenía televisión porque vivía con mis abuelos en un pueblo muy pequeño y para ellos era algo innecesario Diana Pues yo la veía los sábados y los domingos después de comer aunque no todos El resto de la semana no tenía mucho tiempo libre porque tenía que ayudar a mi madre con mis hermanos Soy la mayor de seis hermanos Bueno, la verdad es que tampoco me gustaba mucho, me aburría Esteban, a mí también me aburría Yo prefería jugar en la calle con mis amigos Solo la veía cuando estaba enfermo y casi nunca lo estaba Era un niño muy saludable Tere A mí me encantaba, yo me pasaba el día entero frente al televisor Francisco Yo la veía muchas veces, pero también tenía tiempo para jugar ¡Ah, qué época tan bonita! ¡Ah, qué época tan bonita! Ahora, sin embargo, el tiempo pasa volando y no tengo tiempo libre para disfrutar Gonzalo Cuando yo era niño vivía en Francia Veía a menudo la televisión porque eso me ayudaba a aprender el idioma Pero la verdad es que no me gustaba No entendía nada Inés Yo ni mucho ni poco Veía algunos programas infantiles, algunas películas No sé, pero sin duda Veía la tele mucho menos que los niños de ahora ¿Qué hora? No sé, no? We fine Oh,完成了书上的听力 應該不困難吧 大家是不是都勾选的很漂亮呢 和正确答案,应该几乎不差吧 那除了可以聊一聊看电视之外 我们的童年应该是多姿多彩的 赶紧跟小艾老师在一起认识一下 童年我们经常能做的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呢 让我们一起在聊童年的时候 我们的语言可以变得丰富起来吧 在这里呢我们有见到那么多各式各样的动作 总共有十件事情之多 准备好了吗 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 阿菲亥兰西亚 阿菲亥兰西亚呢 直把的意思呢可以解释为做操体操这样的意思 而阿菲亥兰西亚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做健身 或者做运动这样的概念 阿菲亥兰西亚 接着 Levantarse darte Levantarse darte 这个我没有学过哦 解释为起床起的碗 对不对 起床起的碗 接着呢 Beber cerveza Beber cerveza 喝什么东西呢 Cerveza 啤酒 对不对 Beber cerveza 喝啤酒 A gostarse tembrano A gostarse tembrano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和我们前面的Levantarse darte 可以说正好是一组反应词 对不对 一个darte 一个tembrano 一个解释为晚 一个解释为早 一个Levantarse 一个agostarse 一个解释为上床睡觉 一个解释为起床 对不对 那么agostarse呢 就是上床休息的比较早 agostarse tembrano 接着往下 Leer novelas de amor Leer novelas de amor 阅读啊 这次读什么呢 Noveras 小说 是什么主题的小说呢 Noveras de amor 解释为爱情小说 那如果我们要加什么什么主题的小说 就是Noveras de 什么什么主题 应该很容易 大家都能够理解 接着往下 Estudiar Estudiar 这个应该是人人都做过的事情吧 或多或少 我们小时候都一定要完成的 学习这件事情 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Estudiar 都是很重要的哦 接着 Pensar en el futuro Pensar en el futuro Pensar加en 加名词 结束为考虑某件事情 想某件事情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么想过呢 想一想 考虑一下你的未来 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一定或多或少 都有被人问到 你长大以后想要干什么呀 这种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都有 Pensar en el futuro 考虑未来 接着往下 Salir por las noches Salir 就是为外出 出门 给你先订了一个时间段 叫做 Por las noches 并不是平时 随随随便便出门的 而是在夜晚的时候出门 在晚上你会出门吗 Salir por las noches 这种方法叫 Escrebir en un Diario Escrebir en un Diario Diario呢 就是为日记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会不会在一本 日记本当中 做一些记录 写一些东西呢 就是 日记 你有没有这个 喜欢呢 Escrebir en un Diario 最后 Jugar con los amigos Jugar con los amigos 这也是我们小时候 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 和朋友们一起玩 对不对 Jugar con 和朋友们一起玩 那在这里呢 小艾老师再多插一句嘴 看大家是否还记得 这个短语 我们有一个比较 常见的短语呢 就是玩某一项球类运动 也是要用到 这一个Jugar的动词的 唯一的问题呢 在于玩某一项球类运动 一定要记得加什么 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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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了 要记得加前置词 A 然后呢 最好还要加上 阳性定冠词 L 就是Jugar al 然后加你的球类运动 都记得了吧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Jugar al fútbol 踢足球 行 相信都难不倒大家了 嗯 那么刚刚聊了那么多 常见的运动 可能是我们童年的时候 经常去做的 刚刚也听了一下 那一段听力 听到各位同学 在聊自己童年的时候 看电视的情况 大家就会发觉 我们过去未完成时 用来表达过去 一贯发生的动作 这一个用法 是不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呢 就这样就完了吗 这还不够 我们还得多看几个例子呢 翻过来 我们再一起去看一下 书上第178列的 这一道练习吧 来看一看 这位同学描写了一下 班级里的各式各样的 小伙伴们 每一个人又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再一次 见到这一个 陈述时过去未完成时 便未使用的同时呢 还能来认识一些 描写人物性格特点的短语哦 绝对是物超所值 营养丰富呢 赶紧学起来吧 哎 别着急 各位同学 嗯 一翻开书上第178页 大家就迫不及待的 要来朗读一下 第8个练习当中的 这些句子了 对不对 别着急 今天我们倒着来 大家先跟小艾老师 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练习酒当中的词汇 今天呢 都是用来描写 人物性格特点的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们按照 正反义词来配对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究竟有哪些人 先来朗读一下吧 sincero sincera hablador habladora tímido tímida generoso generosa egoísta egoísta desagradable desagradable trabajador trabajadora mentiroso mentirosa agradable agradable optimista optimista pessimista pessimista perezoso perezosa 相信心心的同学 都已经听出来了 没错 就是如果有明确的 阴阳性变化的呢 小艾老师就直接念了 他的阴和阳的形式 而如果是阴阳同形的 那就是两遍 都是一样的形式哦 你发觉这个小细节了吗 嗯 别着急 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 来认识他们吧 第一个单词叫做 sincero sincera 它是一个阴阳 有特殊变化的 中文意思解释为 坦率的 直率的 那它对应的反义词 应该是谁呢 是谁呢 没错了 就是它 mentiroso mentirosa 解释为 爱撒谎的 吹牛的 骗人的 接着 hablador habladora 来自于动词 hablar是说话 那 hablador habladora呢 指的就是这个人 话怎么样 非常多的 话很多的人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那它对应的呢 就是旁边的这个 dímido dímida 就是为内向的 不声不响的 对不对 接着 generoso generosa 就是为慷慨的 大方的 这种人的反义词 是什么 嗯 相信大家应该都不会 喜欢这样的人 叫做 egoista egoista 自然就是自私的 非常自私的 接着呢 desagradable 相信读的时候 大家就发觉了 他和我们的agradable 听上去就像兄弟姐妹 对不对 一个是agradable 一个是desagradable 两个人呢 长得很像 并且都是以原因 A结尾的 都没有阴阳性啊 他们是一组反义词 agradable 我们曾经在学听力的时候 有出现过哦 解释为令人愉快的 那desagradable 自然就是令人不舒服的 令人不愉快的 然后trabajador trabajadora 解释为勤劳的 它来自一动词 trabajar 解释为工作嘛 那么工作的 这个词变过来 形容词就是勤劳的 它的反义词就是 bele soso bele sosa 解释为懒惰的啊 偷懒的懒惰的人 接着最后两组 optimista 以及besimista 两个人呢 长得也很像 对不对 就前面有点不一样 他们呢 分别解释为optimista 乐观的 besimista 悲观的 是一组反义词 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下 以ista结尾的形容词 阴阳都是不会变化的哦 乐观的 以及悲观的 你记住了吗 好了 那我们都了解完了这些词 接着我们再回到书上去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第八个练习当中的 这几句句子 其中的人物 究竟应该用 哪一个形容词 来给他下个定义 最后一切切吧 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lo Petro siempre estaba dormido por eso no hacía los deberes 哦 这边没有起来 一个人物 叫做 Petro siempre estaba dormido 一直总是 表示过去 igual的动作 estaba dormido 一直都是 处于 睡着的状态 对不对 一直都是 睡着的状态 por eso 用来乘上旗下 所以呢 因为这个原因 白老师要强调的点呢 Margo se pasaba 也是为写 写什么 爱情的诗歌 哇哦 这是一个有点 romántico的男孩子 对不对 romántico啊 有点浪漫的男孩子 连起来 这第三个人物 Margos 总是在写诗歌 写爱情的诗歌当中 来度过他的日子 行 接着第四个人 女孩 Margarita Margarita se subía en las mesas y saldaba de una a otra 哇哦 这个人干嘛 se subía en las mesas 他会自己爬上去 来自于 subir 上身 爬上去 en las mesas 他会让自己 爬到这个桌子上面去 因为光 subir呢 我们解释为上身 比如说 我把什么东西 拿到什么上面去 或者什么东西 上身到上面去 我们会用 subir 那我现在是这个人 他自己爬到桌子上去 所以我们出现了 这个 subirse的情况 Margarita呢 一直都做这件事情 所以出现了 过去 未完成时 se subía 他到桌子上面去 并且还会 saldaba de una a otra de什么 a什么 从什么到什么 他干嘛 saldar 对不对 就是为跳跃 从一个跳到另一个 都用了阴性形式 una otra 因为我们指的 都是前面的mesa sí 好 加油 Jose hacia los deberes en casa 这一句比较简单了 对应前面的那个 no hacía los deberes 这个情况呢 就比较清楚了 Jose呢 他会做作业 在哪做呢 en casa 应该是个不错的 buen estudiante 对不对 加油 还剩最后四个人了 Baura hablaba y hablaba sin parar Baura hablaba y hablaba sin parar Baura hablaba abl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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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着都觉得很烦 对不对 那么这个人就是什么 Baura一直说话 说话 sin parar 大家认识一下 sin是需要连接动词圆形的 就是为没有做某事 所以呢 这样一来 他就说了 这个Baura这个人啊 他就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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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都不会停下来啊 那说明Baura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si 接着呢 接着往下 还剩最后三个了 加油加油了 这个人是这么说的 Elvira siempre nos saludaba con un peso Elvira siempre nos saludaba con un peso 这个人啊 这个女孩子的名字 siempre也是一个比较高的频率 对不对 我们叫做一直总是做某事 做什么事情呢 nos saludaba si 动词圆形叫做 saludar saludar 就是为打招呼啊 那是怎么样来跟我们打招呼的呢 con un peso si 以一个吻来跟我们打招呼的啊 这个人总是用一个吻来跟我们打招呼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接着往下 Paco escuchaba con atención a la maestra y no se movía de su sitio Paco escuchaba con atención 大家认识一下 con atención是一个固定的短语 就是为集中注意力做某事 比如说如果你要说集中注意力学习 那就叫estudia con atención si 那他现在呢是干嘛 是escuchaba con atención 是仔细的听 对不对 非常认真的听 听谁呢 a la maestra 听老师讲话 y no se movía de su sitio 动词原型叫做moverse 移动活动啊 他不会活动他的位置 就是说他不会动来动去 上课是很专心的 si 最后一个人了 yo nunca encontraba mis cosas nonga recordaba donde las dejaba si 这最后一个人称呢 用到了yo 上面就是作者自己了 那大家就可以看一看 图片上面究竟哪一个人会是作者呢 si 他说我自己干嘛 我从来都不 对不对 这跟我们前面有一个sempre 正好是反译词哦 前面的sempre 解释为一直总是 这里的nonga 解释为从来不 那作者究竟是从来不干嘛呢 他说我从来都找不到 对不对 encontraba 解释为找到 我从来都找不到 mis cosas 我自己的东西 nonga recordaba donde las dejaba 从来都不recordar 认识一下 解释为记得 对不对 记得做某事 我从来都不记得 donde las dejaba 我都把它们给放在哪里了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dejar 只把的意思呢 是留下 对不对 把什么东西留在哪里 我们就会用这个词 dejar donde las dejaba 这个las 指的就是前面的mis cosas 大家都理解了吗 好了 那我们刚刚看完了 对于这几个同学的描写 大家应该都能够找到 图片当中应该对应的是谁 那顺便 请大家再来完成一下 下面的这个小练习 来配套的认识一下 这每一个人的性格侧点 又究竟用哪一个形容词 较为合适吧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好了 那欢迎大家回来 接着呢 我们就要完成我们 的最后一个练习了 非常神圣 有没有 没错了 我们就要来完成 今天第九大课的第一单元的 最后一道小练习 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听力题 为什么小爱老师要说非常简单呢 因为其实大家听到听力啊 心里略多略少都有点障碍 总觉得很困难 对不对 但小爱老师说 这道听力题呢 是一道缺词填空题 也就是说大家大部分的文字啊 都已经列在这里了 大家只要把缺少的单词填进去 就可以了 应该很简单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题目 来理解一下 来听力 感受一下吧 lección 9 ámbito 1 ejercicio 11 hola abuelo hola Rebeca ¿qué te pasa? no tienes buena cara ¿estás cansada? sí estoy cansadísima he tenido un examen de economía y no he dormido en toda la noche ¿qué tal te ha salido? regular me han puesto uno de los temas que peor me sabía bueno no te preocupes seguro que apruebas ven tómate un café calentito abuelo cuando eras joven ¿estudiabas? no desgraciadamente no estudiaba vivíamos en un pueblo muy pequeño y no había escuela para estudiar teníamos que ir a un pueblo cercano pero tampoco teníamos coche así que ayudaba a mi padre en el campo cuidaba a los animales y ordeñaba las vacas luego mi padre y yo vendíamos la leche en el pueblo abuelo entonces la vida ha cambiado mucho ¿no? sí sí muchísimo los jóvenes ahora tenéis todo lo que queréis antes no teníamos ni la mitad de las cosas que tenéis ahora pero éramos felices ¿y cómo se divertían los jóvenes en el pueblo? ¿había bares y discotecas? no no había nada solo un bar salíamos a pasear jugábamos a las cartas e íbamos al baile cuando eran las fiest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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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 잘 zaman ¿no? 那两个这个祖孙之间啊 就对话起来了 说你好爷爷 那爷爷就说到了 你好呀 Rebecca 她的名字对不对 这是一个固定的端语 解释为你发生什么了吗 这个单词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用来表示 对他人的关切 当你觉得有某些人啊 跟平时的状况不大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对他表示一下关心 你怎么理啊 你怎么理啊 你怎么办 那为什么 爷爷会有这样一问呢 原来这个小女孩 No tienes 没有一个好的脸 什么叫没有一个好的脸啊 就是看上去气色不好 Sí No tienes buena gara 你没有一个好的气色 你的脸看上去不怎么好哟 Estas cansada 那爷爷表示了一个可能性的猜测 这个固定的短语记下来哟 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用的很多 我累死了有没有 Gansado Gansada 注意一下阴阳性单复书的变化 爷爷就关切的问道 你是累了吗 Sí Estas cansada 那小女孩回答到 Sí Estoy cansadissima 那续新的同学就会发觉了 其实这个书本啊 它出题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你看我们之前是不是学过 这个绝对最高级 你看它马上就在听力当中 给你现行说法 对不对 这个小女孩回答的时候 就说 是的呀 我已经 Estoy cansadissima 我已经快累死了 对不对 用到了一个绝对最高级 就表示自己疲惫的程度 是非常高的啊 然后女孩接着说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这边应该填什么呢 没错了 应该填的是 tener的 现在完成时 he tenido un examen de economía y no he dormido en toda la noche Sí 这是小女孩说的这一段话 需要我们填入的单词 应该叫做he tenido tener的成数是 现在完成时 我刚刚考了一门 什么考试呢 un examen de economía 经济学科的考试 y no he dormido en toda la noche 在整个晚上 我都没有能够睡觉 Sí 我都没有能够睡好啊 这是rebecca的情况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这里呢 其实两个单词 一个是tener一个是dormir 都使用了成数式的 现在完成时 大家有没有见到啊 那在这里呢 虽然可能这两件事情 都已经是过去的 但是呢 我们会强调一个 对现在造成的影响 他是不是一上来就说了 现在的影响就是什么 ganza vici ma 对不对 累坏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表示一个过去的 但是离现在又很近 同时又对现在造成影响的 我们就用成数式的 现在完成时 接着往下看咯 那祖父就很关切的问他了 que tal de asarido que tal de asarido Sí 那就问了 哎 你为这个考试好像挺费神 挺费力的 那么这个考试 que tal de asarido 大家在这里呢 可以见到一个熟悉的动词 叫做salir 也是大家需要填进去的 直白的中文意思是离开 或者叫出门去 对不对 大家都认识哈 但是 小艾老师要讲了 在这里的salir呢 有一个较为特殊的用法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前面有一个叫de asarido 对不对 出现了一个人称代词de 那在这里呢 是salir的一个较为特殊的 始动结构的用法 在这里啊 它的这个始动结构 就好像以前我们说的 那个gustar的一样 是使某人做某事 所以呢 在这里是物作主义 也就是说 这一门考试 在你身上得出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这样的一个句式啊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就说啊 那这门考试 你身上现在这个结果 考得怎么样呢 小女孩回答到 regular me han puesto uno de los temas que peor me sabía 那这样子的一句句子啊 小女孩说到了 regular regular 是一个怎么样的评价 比较中等的对不对 就普通啦 一般般啦 为什么 她说到 me han puesto uno de los temas que peor me sabía 是这样子的情况啊 me han puesto 是不规则的过去分词 boner 对不对 他们给了我一个题目 怎么样的题目呢 que peor me sabía 那解释为我什么啊 最不熟悉 我最不会的一个题目 peor解释为最糟糕 脸上 saber 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你理解了吗 诶 那在这里怎么会有一个 me sabía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会吗 就 saber就好了呀 怎么会多了一个me呢 别着急 且听我说啦 首先大家说的是 我不会 我不知道 用saber 那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啊 在这一句句当中 如果我们把这个me拿走 也是完全正确的 就是解释为 我不会啊 对不对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在这里 我们加上了这一个me 是用来起到一个强调主语的作用 大家想一下 他是不是觉得很抑郁啊 因为他觉得他抽到了一个 他最不会的题目之一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起到一个语气上面的强调 所以就说 对于我来说是最不会的 也许这道题目 对于别人来说 他们都会 sing 所以呢 在这里才会有多了一个me 这样子的人称代词 来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 但是呢 这已经是语意上面的使用了 对于语法结构来说 大家可以直接把这个me去掉 以我们目前的情况呢 大家可以直接用saber 也是完全正确的哟 所以千万不要纠结于词啊 好 那个祖父继续劝问说 bueno no te preocupes 好啦 你别担心了 seguro que apruebas 我很确定啊 seguro que 这个句式大家可以记下来 直白的中文意思就是确定的 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一句话 你在表达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注意人称的 它是一个副词 而不是动词 seguro que 就直接用就好了 确定 什么事情是确定的呢 apruebas 来随动词员形 aprobar 解释为通过啊 考试合格 seguro que apruebas 你肯定会通过的啦 bem dómate un café calentito 来吧 ben 这是一个venir的命令 是来吧 怎么样 dómate un café calentito 这也是继续命令 是来喝一杯咖啡吧 怎么样的咖啡呢 calentito 就是为热的 对不对 热的咖啡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那在这里呢 这个calentito 是一个比较矫情的说法啊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生活当中 就那些祖父啊 祖母 就是有的时候 要哄小孩子 我们就会说 比如说吃饭饭 这样子一种 比较矫情的说法 就是喝一点热的咖啡 那西语国家呢 这个calentito 其实我们日常 如果是成年人之间 我们直接说热的东西 我们叫calente calente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calentito呢 有那么一点点 小嗲嗲的感觉 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接着往下 abuero cuando eras joven estudiabas cuando eras joven estudiabas 好 那这个小姑娘呢 就接着问了 祖父啊 爷爷 当你是小孩子的时候 当你还年轻的时候 你学习吗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注意到 前后两个动词 eras和estudiabas 都出现了 陈述式 过去未完成式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都是过去 一直以来的动作 对不对 当你是年轻的时候 那肯定不是一天吧 然后是一直的 一条线的动作 那你学习吗 也是你一贯发生的 是我们这一刻 新学的时代 陈述式过去 未完成式的用法 对不对 大家要认识的 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学吗 那abuelo 打到 no desgraciadamente 陈述在聊自己 年轻时候的时光嘛 那肯定就是过去的 描写了 那么就使用 过去的描写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是居住在一个很小的村庄当中 并且那个地方是没有学校的 对 很好理解 我不啰嗦了 就是 那这个爷爷继续说小时候的情况 有那么一点艰苦 所以我们都说有书读 有学上 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这个各位小伙伴们 我们都要珍惜 他就说了 为了要学习的话呢 我们就不得不要去一个村庄 这里的村庄里面没有嘛 对不对 那要去哪个村庄呢 sergano 大家认识一下 是不是跟serga很像 对不对 那么serga呢 解释为离什么什么近 而sergano呢 就是形容此什么什么附近的 那连起来就是 为了要学习的话 我们不得不要去邻村 对不对 附近的那个村庄去 那然后呢 接着 pero tampoco de ni a moscoche 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车 对不对 no tampoco de ni a moscoche 我们也没有车 这样一来 asige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asige呢 解释为这样 那这里呢 有一个短语叫做asige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表示 成上旗下 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啊 那asige 直白的中文意思就是 这样一来 所以我们就翻成所以 对不对 这样一来怎么办呢 对不对 又自己的村庄 又没有学校对吧 只能去邻村的 然后呢 又没有车 所以这样一来呢 ayudaba 我帮助我的爸爸 在哪里帮助他呢 en el campo 就是为填业力 也就是说 我只能下填 去帮助我的爸爸了 si 最后几个了 加油啊 那这边呢 又要需要大家填的 有没有填出来呢 叫做guidaba si guidaba a los animales i ordeñaba i ordeñaba las vacas 嗯 那这个呢 就是我做的具体的事情 对不对 它干嘛了 guidaba 就是为照顾 照看 对不对 guidar啊 照看什么东西呢 a los animales 我们也学过的 就是为各类小动物 对不对 我要照看那些小动物 然后呢 我还要干嘛 叫做 ordeñaba las vacas 这个单词呢 大家也许叫为陌生啊 就是这个 ordenar si ordenar 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就是给奶牛挤奶 对不对 给奶牛挤奶 vacas就是专门挤奶牛 si 接着往下 luego mi padre y yo shama la leche en el pueblo 其实在这里啊 根据成上旗下的逻辑 就算没有听听力 大家是不是做阅读理解 也能够把它阅读出来 对不对 他说我的爸爸和我 就是我们先 就是照看那些小动物 然后呢 我会给那个奶牛挤奶 然后呢 我的爸爸和我 我们会干嘛呢 肯定是我们啊 对不对 我们会 vendíamos la leche en el pueblo si 非常好啊 那然后我们就会去卖 我们挤出来的那个牛奶 在村子里面去卖牛奶 si 都理解了啊 加油 那那个小女孩 接着问了 abuelo entonces la vida ha cambiado mucho no 那那这个小女孩 很天真的说 爷爷爷爷爷 那么生活已经改变了很多了 不是吗 ha cambiado 成熟时现在完成时 祖父说到了 sisi muchisimo los jóvenes ahora 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ahora 也能填嘛 ahora 表达的意思是现在 所以它后面连接的字 然也是成熟 是现在时了 叫做denes si denes todo lo que queréis todo lo que queréis todo lo que 这个句式也是很实用的 解释为什么什么的一切 si 什么什么的一切 连接来就是 是的是的很多了 那些年轻人 现在你们已经拥有 所有你们想要的一切了 antes no 什么 ni la mitad 那你看ahora是表示现在 而andes呢 表示以前 在这里呢 小艾老师也要强调一下 其实呢 我们在这里又可以新学到一个成熟时过去未完成时的用法了 没错没错 就是跟着andes 当andes这个词表示以前一出啊 我们后面就会搭配成熟时过去未完成时 而通常呢 表示对比的时候就会用ahora 表示现在这个词 那它后面呢 又会搭配成熟时的现在时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大家又说了 以前呢 怎么样 我们no teníamos 我们没有ni la mitad 这里的ni呢 用而表示一个语气 叫做甚至都不 什么东西甚至都没有啊 la mitad de 就是为什么什么的一半 de las cosas que tenéis ahora 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的一半 我们以前甚至都没有 都理解了吗 pero éramos felices pero éramos felices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éramos 人就是成熟时过未完哦 用来表示过去一贯的情况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那个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 si felices 好加油 y como se 什么 los jóvenes en el pueblo 那小女孩 继续想要知道 那个年代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人就用过未完 y como se diverdían los jóvenes en el pueblo si 也就是说 anda那些年轻人 在村子里面 大家是如何来玩乐的呢 对不对 se divertían 大家认识一下 来自于动词原型 diverdirse 就是为娱乐啊 就是自己找乐子 对不对 那那些年轻人 那个时候在村子里 是怎么娱乐的呢 habilla bares y discotecas habilla bares y discotecas 会不会有酒吧和敌厅呢 当然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天真的 然后祖父说 no no había nada solo un bar 就是小艾老师觉得这个村庄已经很不错了的吧 一般的村庄里哪会有bar呀 对不对 他说没有 no había nada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间酒吧 那还有酒吧呢 不错吧 saliamos a pasear 哎呀 我一不小心把答案说出来的 嗯 不过相信大家都填出来了 对不对 saliamos 就是为我们经常都会出门去 干嘛呢 a pasear 出门去散散步走一走 对不对 jugábamos a las cartas e íbamos al baile cuando eran las fiestas 那这个呢 就是祖父说的 他们年轻时候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啊 会做的一些事情 他说我们干嘛 saliamos a pasear 我们会出门去散个步 然后呢 我们会 juggar a las cartas 大家认识一下固定短语 叫做打扑克 是玩扑克啊 玩牌 这一定要加a 大家不要忘记了 juggar a las cartas 啊 然后呢 我们并且也会干嘛 ibamos al baile 也会去跳舞啊 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baile是个名词 ibamos al baile 当什么时候才会去跳呢 quando eran fiestas 只有当是节日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到 ibamos 以及eran 都是属于陈述师过未完 这是两个同时发生的过去的一贯的情况啊 当这个节日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一起去跳舞 你都理解了吗 那这个呢 就是祖父和小女孩之间的对话 一个聊现在 一个聊过去 一个运用了大量的现在时来表达 一个运用大量的陈述式过去未完成时进行描写 你是否都理解好了呢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那我们今天的课说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咯 话说这随着课程的进行呀 同学们也渐渐的越来越了解我 也随之呢对我有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评价 当然啦我听到最多的人就是屌丝女汉指 但是呢我自认为每次的文化赏述内容 我都介绍的很有文艺范儿的呀 很高端带去上档次的呀 那今天我就要给大家来点猛料 我要让大家一醉方休 呃一醉方休 这是要喝酒的节奏吗 没错也许我们不能真正的喝到 但是光了解一下都足以让你心旷神怡了哟 赶紧去看看吧 今天的主角就是秘鲁的皮斯克酒 这可是秘鲁人的血液呀 秘鲁的皮斯克酒呢是拉丁美洲啊 在全球最具代表性的饮品之一了 它为名于各大国际的盛会啊 也因为它神奇的味道而被世界著名的杂志纷纷赞许 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就很好奇了 这究竟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味道呢 别着急且听我娓娓道来 这种酒啊还是秘鲁的果酒 是一种由葡萄蒸柳酯而成的烈性酒 皮斯克酒它最大的特点呢是百分百用葡萄汁酿造 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纯天然有没有无公害有没有成品的皮斯克酒啊 它的酒精度在百分之三十八到百分之四十八上下 皮斯克酒呢可以单喝 当然了秘鲁人还喜欢在这个酒里面呢 加入各种配料和其他的酒 那调制成各种风味的鸡尾酒 在秘鲁呢用皮斯克酒做的酸味鸡尾酒是非常具有盛名的 在这个酒里面呢我们会加上白糖 柠檬汁 冰块 鸡蛋清和可可粉 就可以变成了皮斯克酸酒 它可是在秘鲁外交宴会上的重要饮品啊 小艾老师就时常弯弯 说不定我们的中国领导人去秘鲁造访的时候都有尝尝过哦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突然也有一种唾沫分泌旺盛的感觉 想到这个酸酸的感觉是不是就很刺激呢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 如果有机会 让我们亲自去品尝一下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啦